林佳龍現在恐怕要 鳴架在盧秀燕之上 他那個發言其實 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三首線 不管你盧秀燕要不要蓋 我林佳龍就是要把它蓋完 因為我現在是交通部部長 我說了算這樣子 而且你地方如果要反對 你必須把你反對的理由 經過我的審查 提出具體的報告 我說可以才可以 所以之前大家就在看說 林佳龍好歹當過 台中市市長吧 如果論政治資歷 他跟陳其邁比起來 怎麼會只是他去當一個 交通部部長 會不會太委屈他了 他至少也應該是 院長成幾了吧 再往上升一級 結果竟然只當一個交通部部長 現在就越看越明了 當然他這一個交通部部長的任命 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在裡面的 第一個他要去管 大台中的整個交通建設 因為那個是從他手上 他去跟中央申請 而且是硬要下來的 大家別忘記了 賀成旦在擔任交通部部長的時候 對於林佳龍的三首線 他是有意見的 他是持保留意見的 但是最後是賀成旦走人 所以他這一個三首線 後來也通過了 但是你真的看了這一張圖 台中的三首線 我們把台中的三首線 跟東京的三首線來比一比 你看他所經過的區域範圍 你真的認為會有一個台中人 他搭的路線會是這樣 就是環一圈 繞一大圈 對 而且他繞這一圈是非常大圈 而且他經過的 都不是很繁華的地方 他跟人家東京所規劃的三首線 每一個都是幾十萬以上的 大的人口區 然後非常密集的 交通非常密集的 然後使用效率非常高的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只能說 林佳龍他的三首線 是為了蓋而蓋 所以他非常的堅持 這件事情也會變成是 盧秀燕的挑戰 因為你所有的交通建設 也不是地方首長說了算 交通部扮演一個 非常關鍵的位置 所以今天林佳龍 如果是要強壓盧秀燕 在交通建設上面的話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畢竟他還是是中央 但是我覺得 如果民進黨 硬是要這樣子做的話 未免做得太難看了 因為林佳龍選後敗選之後 他一度還是展現一個 還會跟沙利有沒有 一起就是直播入境 就展現他要比較溫暖的那一面 比較討喜的那一面 但是如果他一回到交通部部長 他的強勢馬上上升 然後是要強壓一個地方首長 我覺得這個處理出來 外界也都會看得懂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應該要聽 我覺得其實再怎麼樣 中央部會首長 你還是得要尊重 現在最新的民意 就是台中市市長盧秀燕 盧秀燕已經講了 就是說台中最優先迫切是捷運 大家知道 大家如果去台中 台中現在的塞車問題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解決台中塞車的問題 不是三手線 而在台中的捷運 所以盧秀燕定調的是說 捷運應該是要優先 因為他是當務之警 三手線顯得沒有那麼的優先 所以我認為林佳龍不要太顧著 就是說如果最新的民意 已經選擇了盧秀燕 請你尊重現任的市長 他對於當地的交通的一個優先順序的規劃 更何況他出身台中 他應該是要極力來協助盧秀燕 可以完成台中的一些交通建設 這才能展現他的大度 他不是要展現他的氣度跟高度嗎 未來還想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大家都知道他有總統夢 所以這件事情是考驗他 他可不可以從一個敗選之後 他變成中央部會的首長 然後可以展現這樣的氣度 回過頭來協助地方的盧秀燕 幫他完成台中市民現在最需要的 可能是捷運 這樣的一個大的公共運輸 而三手線就是台中 他現在的財力跟資源 如果捷運優先完成了 之後可能還有多的財政 再來考慮 就是三手線的整個規劃完成 要不然如果在這件事情 最後演變成是前後任市長的 政治角力 我覺得台中市民也會看不下去 台中市民可能比較會譴責 會是林佳龍 因為你畢竟待過台中市 你現在好不容易 在交通部有這樣的資源 你不幫台中 然後還要跟現任市長作對 我就對他是不利的 目前林佳龍正在挑戰 彼此之間有爭議 有時候由誰來仲裁 這是這樣的一個體制問題 第一個我覺得 考驗林佳龍的地方是在於 他的民族素養如何 這個民族素養如果經不起考驗的話 他一心一意想當總統的話 我覺得他的民族素養不及格 就沒有資格當總統了 為什麼這麼說 選前盧秀燕就是說 你的三手線的計畫我不贊成 因為你這個三手線的計畫 並不好 所以盧秀燕有提出他的替代的 另外一套的交通系統的方案 提得很明白 台中市民把票投給盧秀燕 就等於是台中市民在民主選舉中 我支持盧秀燕的交通建設計畫中的 這個部分 好 那你林佳龍你今天選輸了 你要不要尊重台中市民 還是你要否決台中市民 這個就是他的民族素養 林佳龍很明顯的 就否決了台中市民的最高的名義 也就是無視於台中市民的名義 他要用我交通部部長的身分 來壓著你台中市市 一定要給我做三手線 但是問題這個就涉及到 中央跟地方的自治權的問題 不要忘了 三手線不是交通部提出來的方案 三手線是你 林佳龍在當台中市市長的時候 提出來的地方交通建設方案 所以他不是國道 他不是國道 他的整個交通網路的經營的權利 不是在中央 是在地方政府 因為是當時是由你當台中市市長 你所擬定的這樣的一個建設 的一個計畫 你跟交通部邀請 交通部說我給你幾百億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建設 好 那我們就問第二個問題來了 一旦有了爭議 中央跟地方有爭議 按照我們地方自治法的規定 中央跟地方一旦有爭議的時候 那由誰來仲裁 由立法院的院會來裁決之 換言之也就是說 今天我台中市的政府 跟你行政院不是交通部 因為你交通部部長沒那麼大 我們強調一點 例如說當時的農委會的代理主委 陳吉仲他跑去雲林 那麼雲林縣縣政府 對於違規的養殖婦有開罰單 陳吉仲說不用繳錢 你在破壞我們的地方自治 地方政府的他的行政產量權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破壞體制了 民進黨你今天執政 麻煩你開大門走大道 不要一直破壞地方自治 你今天這樣做 明天你下台了以後 新上來的政府 是不是也比照你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今天不是你交通部部長林佳龍 說了算 你最終還是要送到院會 要送到院會裡面來討論 這個盧秀燕是可以出席 行政院院會 他可以在院會裡面 來表達他的意見 如果最終行政院 跟你台中市政府 本身有了矛盾 有衝突 這是權責 中央權責跟地方權責 有矛盾 有爭議的時候 對不起要移到立法院的 院會裡面來討論 這個部分不是你林佳龍說了算 感覺蘇貞昌院長 不會讓這件事情 到立法院去討論 他應該就會拍板 決定怎麼做 其實這件事情滿吊詭的 就是以林佳龍在敗選之後 他的角色 跟民進黨所希望展現的氛圍 理論上來說 民進黨的中央政府 應該不會對國民黨 所當選的地方政府 採取這麼決絕的手法 但是這樣的一個爭議 不外乎幾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意氣之爭 就林佳龍覺得心裡頭不舒服 這是我定的方案 你幹嘛要推翻我 所以我現在當了交通部長 我就一定要貫徹 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是專業的問題 就林佳龍認為 大台中地區需要 可是盧秀燕認為 出資比例不符合 所以現在做這件事情划不來 而且剛才玉敏也講到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地圖怎麼看 我也看不懂說 這個大三首線 到底對台中 有什麼樣具體的影響 第三個可能 是我最不願意猜測的 但是在我們過去從政裡頭 擔任過民意代表 我們看過這麼多地方政府 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其實盧秀燕應該去查一查 過去的大三首線地區 周邊的土地到底有沒有漲 有多少建商已經去佈局了 如果今天大三首線沒有蓋 損失最大的是誰 是台中市市民 還是現在已經去買好地 做好佈局 準備要推建案的建商了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關鍵問題 我想世間我們做過 這麼多民意代表 這麼多年民意代表 其實所有的地方軌道建設 帶動的是什麼 帶動的是周邊土地的價格 跟帶動的是周邊的房價 所以我倒認為 盧秀燕在處理大三首線地區 這個對地區到底 有沒有幫助的同時 不妨也去了解一下 看看原本規劃的 這個大三首線周邊的土地 有哪些建商已經去買地了 已經推案了 已經佈好局了 當時是怎麼會有這些想法的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篇文章可以做了